请看 我的付出呢 我对你的要求 从来就没有那么高 就希望你能把承诺我的做到就行 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你 是你让我变得负债累累 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只是希望你能真诚地对待我 有责任 有担当 能撑起一个家 不要发生什么事情 就让我冲在最前面 我也想被保护 有请地队情侣 有请 黄先生41岁来自河北各体 有请 姚女士37岁来自四川 戴燕有请 今天是姚女士报的名 是吧 对 你要来干嘛呢 我就是现在对我的男朋友 越来越不满了 因为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 谈了五年了 然后她现在就是跟以前 就是完全是两个人 以前嘛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 她那个时候就是对我是特别的呵护 然后也对我特别的好 你说买菜回家的话 我做饭她都会帮我洗菜 然后帮我递菜 现在是怎么着呢 什么都是我自己做 她就是跟大爷似的 回家就是一下就躺在那里打游戏 那个词我们北方念大爷 不念大爷 大爷 也不是她说的那样主持人 大爷说话了大爷 大爷说话 来来来大爷 就是因为她说她不喜欢洗碗 然后呢我正好也不会做饭 这样不就正好互补吗 然后我们就说好了她做饭 然后呢我来洗碗 并且呢家里 你像蹲地呀 什么擦桌子呀 那些活也都是我的 还有就是有时候了 我去外边工作嘛 十天半个月的不回家 然后呢 弟他绝不会蹲一下 就是必须等着我回去 还给你留着呢 你快来蹲吧 那你说 帮你瞎说 那你说有这样当大爷 那您是大爷呀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让他干活的话 他是不干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他回来 我得安排他干 他懒慢 然后现在就是还有就是抠萌 你说这五年来 我说实话 我都没有收到个什么礼物 什么花都没有 也没有啊 咱们刚刚认识的时候 那次好像是过情人节嘛 我不是送你块手表吗 我看你也没戴了三几次 后来那表扔哪都找不着了 那个手表是200块钱的 他不走了我怎么戴 就戴了两个月就不走了 进水了 然后也是第一 就是认识我们第一年 第一次就送了我们一个礼物 你说五年来 你说女孩子 有的时候 多少都有那么一点点虚荣性 人家看到人家的女孩 人家都有什么礼物呀 不管什么花 都有一朵 你说我这什么都没有 我特别羡慕人家那种情侣 我就觉得呀 你说送那个鲜花啊 就是看着好看 也没有什么用途 你说过几天就没了 我就感觉还不如 买点肉回家吃了呢 还有就是家里面 就是生活开销都是我的 然后那衣服 你买的哪件衣服 不是我给你买的 你就什么都不管 什么家里都是我 你就是抠忙 你说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确实是我什么都没有 五年来 五年来你说一个女人的青春 浪费了在你身上五年 你什么都没有 你说什么都没有 那我挣的钱不也都给你了吗 你老说这话 还有就是主持人 就是你说我跟他在一起五年了嘛 你说两年前 我就提过这个事 我说我想跟他那个 就是领证嘛 他也见了我的父母 然后我也见了他的父母 我就说我们两个把证领了 他就推托 就不给我领啊 这是为啥 其实我也愿意领证嘛 但是现在的情况啊 就是经济这方面不允许 然后因为你办婚礼 不是说领个证那么简单嘛 你还要还会上照啊 旅游啊 包括有点彩礼啊 还有再买点手势什么的 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 关键是现在也没有钱呀 不是 我估计不是这个原因 也不允许把这个原因啊 我估计不是这个原因 啥原因 因为他的父母不喜欢我 但我的父母是 对他是比较看重的 因为他去我们家 这五年来 每年过年的时候都去我们家 然后我们家第一年 他去我们家的时候 我妈还给他发了红包的 就是我去他们家 我见他的父母第一次的话 就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自己还得买菜做饭 去他们家 他父母就是给我那种 不高兴的脸色 父母他们就是人家 特别老农民嘛 又不会什么说什么话 但他心里边肯定是有你的 你说找这么个漂亮的儿媳妇 他能不高兴吗 那家里养的那个小柴鸡 那下的鸡蛋 他自己都舍不得吃 都给你留着呢 那每次回去 不都得拎一斗子走啊 还有那小鸡 原来养的主持人 你不知道我们家 就是我妈养的十几个小鸡吗 那我肯定不知道 他每次回去 隔三差五都要杀一只 现在刚开始养了十几只 现在都快被他吃完了 那吃肉的时候 吃的可多呢 可香呢 那杀鸡也是我自己杀的 你说你们家 谁都不动 都是我自己杀的 那你要是把人家鸡都杀了 人家肯定恨你啊 养大的鸡 你来了就补杀 而且在地里 农村有院子嘛 我妈他妈就在院子里 种了点辣椒 因为他们四川人 爱吃辣椒嘛 就每次回去都 所以你要表达的是 你父母对他挺好的 挺好的 只是有的时候了 他不善于表达 行 那你为啥不娶人家呀 你父母也满姻娶了 不就完了吗 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啊 就不是说没有钱这个状况 就是说还有好多负债 就是说现在根本没有条件 去结婚 谁的负债呀 付谁的债呀 负债是这么个情况 因为就是在就三年前 三年前我家保 就是我儿子要上一年级了 离过婚是吧 对 我离过婚的 孩子判给你了是吧 是 然后他不是要上一年级了吗 当时的时候就是想着 给孩子更好的条件嘛 然后他就想让他在那个城里面上学 我就那时候我也跟他商量着 我那时候已经不是跟他谈了两年了吗 我说我说那个我们在城里面买套房子 首付一套房子 当时的时候他也同意 那时候我还在北京上班了 然后我不是也有点存款 我们两个也有点存款 然后我就贷款 因为钱不够 当时的时候贷了有差不多十来个吧 是用我的那个公积金贷的 但是就是因为工作不稳定嘛 然后他不是后来就去他们老家上班 我也跟着去了 跟着去 我去那边的话就是人生地不熟的 他是这么过手 他说那个你跟我一块 去我们那里上班 我养你 他说那个我现在找了一份好的工作 他是这么过手 还给我画大饼 他说的那个他养我 我就跟他一块去 我去那边上班 其实我去了另外一个城市 我的那个工资 包括就是肯定是就不一样了呗 放弃了我的五险一金的工作 他当时也跟我这么说的 主持人 他说的 我回家给你借一点 帮我一块 就是还账吧 结果我把工作一迟 跟他一起来到他的城市 就没有音信了 那这个房子 他到底付钱还是没付钱呢 没有 一分钱没付 没有 那倒是干净了 房贷谁还的呢 我在还 你在还 对 所以说男生当时是答应您 要帮您去筹措一点资金的 对 他没有兑现诺言 是 是吧 后来这不是我上班 他也在上班 上班情况下 就是工资就是不高嘛 我是不是得自己想办法还债 最后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乱投医 被骗了十万 当时 确实是 因为当时他买房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可能 也是有点 太激动了 可能说话有点吹牛吹大了 那时候说我借钱给他还上 但是后来啊 就是感觉 真正去借钱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嘛 根本就借不出来嘛 后来也没能给他 就是食盐了嘛 这个确实是 是我的错 好 但是后来就是 我工作挣的钱 反正多少的都给他了 也都帮他还了 这个债务 我也没有说 有钱 我没有不帮他还 我自己花了这么的 是吗 因为 是 他就是 因为为这个事了 我付出也挺多的 这个主持人 原来就是 就没有这些负债的时候了 就是我那上个班 其实挺滋润的 没事了 那时候还还钓个鱼 没事跟朋友们出去啊 自驾游啊 钓钓鱼啊 聚集会啊 什么的 有的时候 跟那个客户什么的 联络感情啊 偶尔还能弄点小活 自己挣点外快什么的 但是自从就有了 这个外债之后啊 反正有钱都给他了 反正现在那时候了 他给你多少钱 你看主持人 他就说了 他给我了吧 他每个月五千块钱的工资 但是他有车贷两千五 是不是我得给他 然后他的收费 一千多块钱 有的时候还拿两三千 你说我还倒给他了 后来我就找了一份工作 就是那种在网上 做那个带货 然后这方面的 就是后来每个月 就差不多有两万块钱的收入 就慢慢地把我的账 就差不多填平了 都差不多 还了差不多了 但是这两年 基本上都是我在还账 我努力地还账 把这个账 我也帮你还了呀 那你忘了吗 那一次你家装修 装修需要花几万块钱 其实那个时候 也是赶巧了 你说我 我跟我朋友 喝会儿 借了个那个装修的会儿 然后挣了 有个几万块钱 不都给你了吗 你是给我了 我承认你给我了 但是你给我 你不知道你每个月开销 多少 你用多少 你的车贷 你的车贷不花钱吗 行行行 车贷那会儿还完了 这个账算不清楚了 我要是你 我就不应该拿他的钱 拿的钱也都是要给回给他 现在账算不清楚 男生还说你欠 就是你还拿了他的钱呢 你说得清楚吗 当时就是还完车贷之后 就是我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了 就是有点零花钱嘛 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你看 男生就认为 现在女生是不是还 拿了你很多钱走 他就说给我还账 我也没有说 他拿了我很多钱 我只是说 我也为这个家 付出了这么多 就是他总是不认可 他总是说 我好像一分钱没出这样 接着往下说 他以前有什么都会跟我说 老老实实地交代 可是他有一件事情 就是瞒着我的 就是他家的孩子的这个事情 他也等于李懿 是吧 对 他也离婚 他两个孩子 我也是李懿 这个谈恋爱的时候 都知道双方李懿 都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他家的孩子 居然还有一个抚养费 这都有抚养费啊 当时他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他说因为他离婚离得干净 房子 车子 留给他的前妻 钱那些都留给他前妻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一身尽光 什么都没有 他不给抚养费 因为他是近身出货 他当时这么跟我说的 后来我们俩就一直 这么过着呗 过着然后就是这两年 今年就发现 他就不对劲了 他就是 反正就是怎么说呢 我家的那个钱嘛 就感觉我就对不上账 每次他在我这里 拿钱的时候 拿得特别地多 就是有的时候 他说他说 有朋友啥事应酬 你说我不给他钱 也不可能 一个男人在身上 没有钱也不行 然后有一次 有一千一千的要 每次都是这样的 他说吃个饭 你不可能说 给我两三百 我说那行 然后从那个 今年的话 那个时候我们账 还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每个月在我这里的话 基本上都要拿 四千块钱左右 四五千 干嘛先呢 有一次他跟他老婆 他跟他前妻嘛 就是在那个 在我们家里面打电话 我听见了 我就问他 我就因为感觉 这个钱不对劲 我就觉得有毛链 然后我就问他来着 他跟他前妻在那边 吵得特别的凶 他又跟我发活 我说你跟我发什么活 你跟你前妻吵了家 你跟我发什么活 他说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吗 我说你们两个 不是扯清楚了吗 怎么还有什么 没扯清楚 我都五年来了 你们还没扯 这个扯清楚吗 他又不跟我说 后来怎么着了 我有他那个前妻的电话 说今年一年到现在一分钱 抚养费没给 说今年一年还没给 我后来这不是知道了吗 是有抚养费的是吧 是有 这个事反正 那你为什么骗人家 也怨我吧 刚开始的时候是 我没敢跟他说嘛 怕他生气嘛 但是当时我觉得呀 就是我们两个人 都有工作嘛 一个月一千块钱 也不是很多 我感觉没什么压力 很轻松的 所以说也没在意这个事 但是自从有了 这个负债之后啊 那就不一样了 根本就没有能力 来支付这个 哎呀你这五千块钱 真是值着老鼻子钱了 你什么事 他都把他每个月 交那五千块钱 挂在嘴上说了 所以你说你多笨呢 就现在每个月 给他支钱呗 对啊 那你干嘛还收他的钱啊 你们俩也没结婚 从此分开嘛财务 他挣他的你挣你的 他够用就够用嘛 他不够用就算了嘛 就是因为他名义上 就是说了把钱给我了 其实我都没有收他的 但是他又拿回去了 他当时他跟朋友 三十都说他每个月 都是我管账 我都只能默认呗 因为朋友三十 您这挺聪明的啊 不是那么回事 你小伙大呀 现在他不是 又是这么一回事吗 你说今年不是三月份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是 因为那个工作 有的时候不顺心 他就跟我这么说 他让我去那个借钱 他让我去借钱 我说借钱干嘛呀 他说他投资一个项目 就是工地上一个项目 我说我没有 我当时我就说我没有 我没有钱 我也找不到你借钱 我就这么说 然后他就没有理我 结果几天回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说那个工程谈成了 我说谈成了钱了 他说他借的 他这么跟我说 他说到时候 他说那个有钱了 咱们再还 我说你借的时候 没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他说那我办了办了 他说还有就是 他说你也别上班了 借了多少钱 借了二十个 借了二十个 然后他说 你别上班了 他说我们那个食堂开的时候 让我去当老板娘 他说我们那个食堂 要缺一个人管你 要自己家的人盯着 后来我一想也是 我说那个钱 不可能是被别人给套了 然后我就说行 我说那你那个二十个 怎么借的呀 他说就是找朋友借的 找朋友借的 我说那你每个月还多少 他不跟我说 他说这个你不用管 他说我会让你 过上好日子就行了 真相是什么 真相的话 就是他找他朋友 让我还呀 就是那个工地上食堂 这个因为这个 也是靠朋友的一个关系嘛 不是我知道 这不是投了吗 食堂现在挣钱没有啊 真相这不是让我离职吗 我就当时都是 我一想好了 他说下个月就开了 然后我的工作也不顺心 后来我就离了 离职之后 然后我就等啊 他就让我等着 就说下个月开 四月份开 你说这就几月份了 我一等就等到现在 我都现在就是没有工作呀 他就让我等着 那食堂怎么样了 食堂当时是 因为我以前没有在工地上 做过这种这种事 就是当时说的 想的简单了 您就告诉我 您那二十万的投资 现在还剩多少钱 那基本上花完了 你现在还没有开 但是只是时间问题 因为那房子已经盖起来了 就那零件嘛 就生活性 您等于花了二十万 盖了个房子 叫工地食堂 对 因为它有好多嘛 就是打地面啦 盖零件呀 那个厨房 好多东西 但这个后期是能收回来的 后期什么时候收啊 上了工人 就能慢慢收回来了 因为 你就是还得给我发大饼 你还得跟我说 我这个没有给你发饼 因为这个一上工人了 就会收房租 房租是一方面 然后你吃糖 吃饭这些都能挣钱 然后超市嘛 这也能挣钱 所以说当时呢 我想让你过去呢 就是毕竟当时 人家不是同意过去了吗 我也是为了我们 那它过去没过去啊 现在还没过去嘛 还没正式开始呢 那你那么着急 让它辞职干嘛呀 当时不想得简单了嘛 我以为马上就能开嘛 您看 结果没有那么快 41岁的人 因为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 那你现在做什么呀 现在就等着那个食堂开呗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呀 现在还是没有收入 就靠我呗 我就有点想继续 然后这几个月 从三月份到现在 我的房贷 包括家里的生活开销 都是我自己在 您现在家里面 一个月生活开销多少 你家里面就是 我跟我妈得拿 一千块钱生活费 这是一千 房贷 两千五 这就三千五 然后我们这个 住房子水电器 这份生活面 反正一个月 也得五千块桥 那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呀 就是我觉得 我就是对他因为不满 他现在就是不会 也不会心疼人 什么压力都是当我 你们俩没结婚 你干嘛不走呢 我是因为 因为我家孩子 从三岁叫他爸爸 已经就是 都已经都五年了嘛 我也其实说实话 我想给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孩子现在不是八岁了嘛 你说我的感情 我跟他 其实也是有感情的 我只是觉得 对他有的很多情况 就是尤其是 他现在特别懒惰 然后没有责任心 我想让他就是 有责任心一点 其实说白了就是 你们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已经在一起 深深地搭帮过日子了 对 是这意思吧 你现在离不开他 是因为你那个小孩 你家的小孩 对吧 男孩女孩 男孩 儿子叫任叔做了父了 对吧 对一直都是 从三岁开始叫叔叔 叫爸爸 叫了五年了 你怕这八岁的孩子 又一次地颠簸流离 是吧 对 你怕他情绪上接受不了 所以你希望他改一改 对吧 我希望他成熟稳重一点 又有责任心一点 那每个月让我来背负这个 一遇到问题 反正都是我去解决 那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 那你就扛一下呗 那我不现在也扛着呢吗 那等以后挣钱 那钱还不都是你的 我现在又没跟你结婚 我让你跟我 跟我两个结婚 你都不愿意 你怎么可能 收拾钱是我的呢 咱们就能结婚了吗 所以也挺奇怪的 领证就九块九 不是啊 所以特别奇怪 他什么都没有要求 他设置了一堆领证的条件 是不是意思 其实主持人 其实这一切的 我感觉 这一切的责任 都在于他那会儿 贷款买那个房子 他买房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他当时就 非常心的要买这个房子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继续 他不买房子 儿子在哪儿读书啊 那不是学区房吗 村里也有学校 也都能读书啊 不一定回到城里啊 所以你就是嘛 所以你不是孩子的亲爹吗 不是 当时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我说咱们俩现在都工作 你当时可是跟人说 要帮人还钱的啊 攒点钱 因为刚开始他不同意嘛 他这个脾气又挺酱 所以我明白了 这次叫图穷避现 您还 您这房贷还差多少 这房贷刚买 他买三年嘛 还差多少钱啊 还差应该是二十多万 还差二十多万 您还完钱他就娶您了 人家就不就是建议说 结了婚有二十多万的计划吗 是不是这意思 我听明白了 也不是 我不是说反对他买房 当时我跟他说的就是 这房子已经买了 当时人家也没嫁给您 这追究有意义吗 所以说当时 这几年过得这样 我就就是因为这个嘛 我所以我心里 这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人家也没花你钱 人家也没说你交了钱 人家拿去还房贷 没有啊 人家自己挣钱还房贷 他可没花你的钱 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 你好好听听 老师们的分析吧 哎呀 人呐什么都可以有 就是不能有贪念啊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一开始他告诉你 我会养你的 嗯 天下人都知道 这是男人最大的谎言 您信了 陶醉了 偷入怀抱了 你看 谁占了谁的便宜啊 他养你了吗 结果多多少少 还是你在养他 你已经过了 耳听爱情的年龄了 他说说而已 你就听听而已吧 这样的男人 即便和你在婚 我真断言 离婚也在不久的将来 你自己去思考吧 谢谢 来 刘娜老师 姚女士 我觉得你特别的逗 就是你怎么能够天真的 就跟一个 连孩子抚养费 都不给的男人谈恋爱呢 那是他亲生骨肉啊 他能说因为离婚 我精神出户了 所以我就不付抚养费了 法律我不说 我只说从人性上 他不是一个爹呀 你说一个男人 连自己的孩子都可以不管 这个男人首先从这一点 就不能找啊 人品就有问题啊 他怎么能对你的孩子好 你想什么呢 你是天仙吗 还是你身上有什么魅力 能够让他自己的孩子不要 对你和对你的孩子特别的好 养你和你的孩子 这是一个基本逻辑问题啊 姑娘 你追着屁股后面就要嫁给人家 结果弄了被动 人家还不娶你 你都不知道这个男人 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就要嫁 你不能自己骗自己啊 你自己骗自己 你骗得了这一时 你骗不了这一世 你可能接下来就一而再再而散地 跟着他栽跟头了 苦日子也就接踵而至了 先顾好孩子吧 甭管孩子管谁叫爹 我觉得最重要要给孩子一个 健康的一个成长环境 跟一个人品正直的人 生活在一起吧 谢谢 谢谢张大老师 谢谢老师 李明老师 你可以骗自己啊 你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 有一个人把你当儿子来爱 你可以管他叫爸爸 你为了给儿子营造出这种虚幻 你当然可以骗自己啊 那你打算继续给你儿子 装这天下太平装多久啊 现在不知道了 你想他走吗 我不想啊 不不不 考虑一个八岁的懵懂的孩子 你跟他说实话吧 就是实话呀 我不想他走 那你不想他走是吧 努力驾吧 米娜老师 很快你就会为了你的儿子 一定要赶这个男人走了 因为儿子们长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 首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跟爸爸作对 就是不服管 特别是当这个爸爸在家里头 什么活都不干 而且妈妈对他怨声载道 有的时候 父亲对他脸色不好的时候 儿子为了证明自己长大了 就会显得不像小的时候那么可爱了 于是无论他是亲生父亲还是继父 都可能会对这一个孩子有不耐烦 都会觉得这是个熊小子 亲生父亲哪怕是吼一顿打一顿 过两天他们俩又好了 甚至两天都不用一会儿就好了 但是你会受得了 他和你的儿子之间发生这一类的冲突吗 你会受得了你的儿子大吼一声 你又不是我爸 我又不跟你姓王 然后他啪给你儿子一巴掌 你受得了吗 所以没什么样坚持 坚持到你的儿子会替你赶走他 比你赶他赶得要快得多 很多时候女人自己以为 我必须得去找一个港湾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的时候 却忘记了 你已经成了一个港湾 你不但在容纳你的孩子 在你的港湾里头温柔地保护着他 同时还可能因为我们女性 本来拥有的一些软弱 一些对情感的向往 对所谓圆满的渴求 导致放进来了一些 想在您的港湾这边占便宜 暂时避避风头的人 还是分手吧 别再想着怎么去嫁给他了 我没有什么走还是留的建议 没有任何建议 我只是觉得在一段关系里面 你说两个再婚夫妻 一点所图没有 这也不合理 对吧 初婚夫妻可能还要图点什么呢 我说的对吧 对 那你图他啥 图他 我觉得跟他在一块挺好的 他又长得挺漂亮 而且我平时对他 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觉得他挺好的 你图他啥 就是他脾气比较好 然后怎么说呢 随时做什么的话 有的时候会让得我 我们两个 就是一吵架 他都会让得我 所以OK啊 双方都有自己想要的 我们担心的那些问题 其实都不是问题 所以我跟各位老师不一样 我祝你们愉快 结婚也好 不结婚也好 我看你们这么待在一起 还挺舒适的 你们就待在一起吧 好吧 老婆 好的 对吧 这是说到 你看这才说到人家心坎里 我只提醒您 生意有风险 投了不一定都能挣 好吧 明白 所以也不要拍着胸脯说什么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60秒 燕子 我们两个在一起 从相识到现在 已经有五年了 这中间有磕磕绊绊 风风雨雨走过来 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 虽然现在咱们的生活有点困难 但是我觉得 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 共同去面对 我觉得这点困难 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 我希望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还能陪你走下去 我也会改我的毛病 担起更多的责任 希望我们能一起 幸福地走下去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 甜言蜜语 现在我是没有工作 但是你每个月得 承担起一个家 的责任就行了 没问题 我会用事实证明给你看的 要求很低啊 老王 只要每个月给生活位就行 没别的要求了 是吧 是 我只是想让他 把这个一个家的责任 担起来就行了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05 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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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红兄 虽然我也知道 两个人肯定会双出 但还是想提醒 再婚即时 比初婚都要慎重 要慎重 俩人都会出来吧 但他们俩真的 我太不看好了 就是两个 这姑娘真的 以后会有她爹跟头的时候 我觉得二位都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的技术流 爱出来不出来 都还没结婚 干嘛老谈钱 你们这个顺序地搞反了 把恋爱谈得这么难看 不是 人家就不是为了谈恋爱 人家就是为了搭帮过日子 搭帮过日子 咱非把她当成一个谈恋爱 你知道吧 是咱把人家当成了谈恋爱了 人家没这么想 祝他们合伙顺利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中喜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你还有什么跟他说的 我是不会放弃的 因为我对你是真心的 绝对不是说虚情假意的 虽然你现在没有出来 但是我还是会以后 用实际行动来让你看到 我的真心 行 谢谢你 请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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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不会 закончİ 我还是不会更好 我 Murder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